3寸金蓮 他也是硕果寝存的绣花鞋达人 银色绣花针不停地穿过白色丝绸 左右两只手搭配的天衣舞缝 栩栩如生的花朵在翘首之下慢慢现行 但仔细看拿针的不是黄花大闺女 而是个铁针针的男子汉杨允峰 52岁的杨师傅从小看爸爸手工制鞋 看出了兴趣 但从没有想过要把这一行当饭吃 父亲也不准他接班 关键就在35岁那年 因为打球摔断腿在家里休养 也让他从此喊绣花鞋分不开 做这种东西是不是为了赚钱 讲车的时候有些真的不是为了赚钱 有些人真的是人家有困难的时候 因为脚有奇奇怪怪的 不只喜欢做鞋 更爱挑战任何的不可能 一针一线小心捏着 就怕多了0.1厘米不够好看 这双神明鞋长度只有5公分 缝起来也特别费神 好像有一个基隆 基隆的 一百多岁的 前不久做了好几装裙 他也是有绑角有放开 比这个还要再大一点 就连清朝末年裹小脚的阿嬷 也特地来找杨师傅做鞋 因为他做的三寸金莲 不只外形好看 穿起来也特别透气舒适 原来浆糊就是秘密所在 我们鞋子是不是都是用酱糊糊出来的 对不对 酱糊糊出来的时候 如果鞋子不够硬的话 是不是看起来丑丑的 用酱糊黏的跟用胶黏的是不一样的 有啊 西岸通风啊 就连酱糊他都坚持要自己煮 做鞋的每一道程序 更是丝毫不能马虎 替每位客人量身打造 再剪出鞋面版型 贴上绣好的布料和防水内衬 马达拋忘了这一块后脚跟 就是鞋子成型的关键 鞋子从这里开始就分左后脚了 有接头的地方没错 你脚那边正好挽进去啊 这样不会碰到 对啦 聪明的小孩 经过至少十几道程序 才能把做鞋的材料准备齐全 接着就要开始组装了 要把鞋垫钉在鞋膜上面 固定住啊 把鞋垫面料一一装在鞋膜上 还要靠师傅的老经验 才可以装的蜜合又有美感 但缝了一辈子 也缝出了职业伤害 速度慢 所以在针线拿捏的时候 会可以更精致 手工再绣的话 是不是真的没办法吃不消 对啦 因为不可污时代了啦 传统的东西会叫做消失掉的 就算是机器辅助也一点都不简单 开慢一点 开慢一点 再开慢一点 开大一点 没关系 刚开始就这样子了 哇塞 你也这么好学啊 好难喔 看似乱无章法 其实每一条线要宽 要窄 要往左偏还是右转 不仅手要够灵活 车缝机下头也有诀窍 左右 这个脚弓这里啊 这个地方是它的宽度 脚踏板是它的速度啊 除了手脚病用 眼神专注 脑袋更要不断地构思蓝图 秀出一幅幅梦幻般的图样 但是一身好本领却后继无人 建议双双手工绣花鞋 未来恐怕将全面被机械索取代